东京新宿车弹平均一天的乘客量高达350万人 堪称是世界第一忙碌的车站 即使不是通勤尖锋时间 车站里头还是万头钻洞 则在里头一不小心就会与人相撞 为了解决车站里头拥挤的问题 他们采用了一种很先进的乘车卡技术 有将近90%的乘客都使用这种叫做西瓜卡的电子乘车卡 读取的速度只要0.2秒 而且刷卡机的角度也特别设计成 最方便乘客使用的斜角13度 加速乘客通过 这种西瓜卡在车站里头的贩卖机就能买到 而且西瓜卡还有电子钱包的功能 可以在超商 饭店 家电卖场 甚至是电影院里头使用 另外东京地铁对外国人来说也是出了名的复杂 35条路线光看地图就看得眼花缭乱 更不晓得要怎么搭车了 别担心新宿车站里头有两台转程指示机 只要输入目的地 指示机就会出现五种不同的转程方法 而且还会把方法资料列印出来给您 真的是路吃门的超级大救星 有的人会用手机下载连接到 提供转程资讯的网站 有各种语言版本 也是很方便的选择 为了应付池带到色谷 这一段超级拥挤的热门路线 上个月14号一条新的地下富都新线开通了 由建筑大师安藤忠雄设计 车站像是漂浮在地里的椭圆形太空船 它就盖在丸之内线和新宿线中间 在上下距离仅8公里的范围中 施工是难度相当高的一件事 但是富都新线的开通将有助于 舒缓过度饱和的搭车人潮 日本的新干线也是世界知名 不少外国游客到日本一定要搭乘新干线 来一趟舒适快速的安全火车之旅 44年前配合东京举办奥运 时速210公里的新干线 在日本正式亮相 现在日本的新干线平均最高时速 可达300公里 仅次于法国 而接下来我们就要带您去看一看 非常难得一件的新干线驾驶舱的画面 新干线在日本正式营运以来 驾驶人为事故的发生率到目前依旧挂零 路线中没有耗之灯 驾驶必须依靠电脑仪表板上的指示速度 来控制车辆前进 新干线列车的驾驶 各个都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 一点也不马虎 车子驶进了月台 驾驶用手控的方式来刹车 分秒毕计除了准时到达之外 更希望小心驾驶能够保护乘客的安全 另外我们要带您去看看 扮演新干线心脏头脑角色的单位 这里是新干线综合指挥所 墙上挂着19.2公尺的电子显示板 上头详细地指出 从东京到南部九州大城 博多之间所有新干线列车的行驶状况 一发生问题从电子板上就能看见 比方说如果侦测到有地震发生 指挥所就能够立刻掌握资料 并对列车驾驶送出停车 或者是其他的避难指示 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单位 在关系地区也有这样一个综合指挥所 再来要带您来看看 新干线驾驶平常训练的情况 这是非常逼真的驾驶舱模拟机 里头会出现各种紧急事故 发生时的模拟状况 考验驾驶的智慧反应 以及平日训练的结果 其他还有像月台的模拟机 比方说有乘客被车门夹到了 该怎么办 还有这种借由客观视野 模拟事故发生的应变训练 都是新干线列车驾驶员 每个月必须接受的课程 日本人言谨 认真的一面从这里就看得出来 尽管已经是正式驾驶了 还得每个月接受训练 这种认真的做事方式 其实挺值得我们台铁 或者是捷运局等相关单位来参考 毕竟承载着无数乘客的生命 驾驶这种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时 真的是马虎不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